当儿女遇到困难的时候 做父母的只要有能力 就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 遇到有孝心的儿女还好说 他们会感恩父母的付出 可是有的儿女却不尊重和理解父母的辛苦 张阿姨带大了孙女后 每月帮儿子家还三千的车位贷款 平时很少去打扰儿子家 即使生病的时候 也是自己想办法去医院 那天她去给儿子家送东西的时候 正好遇上天气不好 就在儿子家住了一宿 可是在儿子家的情景 让李阿姨一言难尽 真是伤透了心啊 她当场决定不再帮着还车位贷款 再也不来儿子家了 来自李阿姨的讲述 我今年58岁 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 退休金5600块钱 我是一个单身女人 我的丈夫在我45岁那年去世了 她是突发心耿走的 丈夫走的时候 儿子才上高二 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 丈夫也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的 还是中层领导 平时她对我呵护备质 很少让我为家里的事操心 自从嫁给了丈夫以后 我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可是我们缘分太浅 还没有过够 丈夫就走了 我们没能白头到老 丈夫的去世 对我打击特别大 几乎是致命性的 我一头乌黑的秀发 在一个月之内白了一多半 好多人见了之后 都说我苍老的认不出来了 可是我还得坚强 因为儿子的学习 正在要紧的时候 如果高二落下了 到高三高考的时候 肯定会一败涂地 我把所有的悲伤放在心里 我和儿子相互鼓励着 爸爸不在了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我们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吧 人的一生哪能一帆风顺呢 还好 儿子的高考比较顺利 虽然没有考上名牌大学 但是发挥正常 这也让我比较欣慰 我们住的老房子 是在一所学校的队过 位置比较好 我把老房子卖了 然后用公积金贷款 买上了一套电梯房 毕竟住电梯房生活方便一些 小区环境不错 简单装修之后 我们就住了进去 儿子大学毕业以后 回到了县城工作 丈夫在世的时候 我们手里也没有多少积蓄 因为双方父母都是农村的 我们需要赡养老人 那些年我的父母和公共婆婆 身体也不太好 经常生病住院 都是我们出钱的 我想了想 对儿子说 儿子呀 咱家没钱买房子 以后咱把这套房子简单 装修一下 你在这里面结婚就行了 儿子说 妈 你也跟着我们一起住吧 要不你去哪里住 我强装笑脸对儿子说 你不用担心 我一个人好说 在乡下 爷爷奶奶还给我们留了一套老房子呢 退休以后我可以回乡下去住 我早就打好谱了 等儿子结婚以后 我把房子让给他 我就去乡下住 乡下离城里也不远 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等我退休以后 我就在乡下度过晚年吧 不久 儿子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女方和她是同事 都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就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 花了不到十万块钱 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 儿子和儿媳妇都比较满意 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54岁还有一年才退休 我就回乡下住了 天天来回跑 我没有去儿子家住 我知道两代人在一起居住 会让人不习惯的 我不能给儿子和儿媳妇添麻烦 我退休的时候 小孙女出生了 顺理成章 我在儿子家带孩子 就住在她家里了 带孩子的这三年 我和儿子儿媳妇 倒也没有多少矛盾 主要是我和他们之间 刻意保持了距离 我从来不插手他们的家室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也不插嘴 我只负责带好孩子就行了 每天晚上 他们一家人在家里看电视 我就去楼下逛逛 或者去商场走走 我不舍得买东西 至少散散心也行啊 那时候 儿媳妇可能觉得 还用得着我 我还有用处 说话也比较客气 孙女三周岁以后 就上了幼儿园 幼儿园离家比较近 儿子和儿媳妇 自己就能接送了 我就又回到了乡下 那个周末 儿子一家三口回来了 平时他们很少回来 嫌乡下院子里土多 把孩子身上衣服 都给弄脏了 我也不勉强他们 儿媳妇回来的时候 还给我买了一件羊绒衫 说是花了好几百块钱 我嫌他们花钱多 儿媳妇笑着说 妈 这几年我也没给你买过衣服 该是我表达孝心的时候了 以后你就等着享福就行了 我们会好好孝敬你的 儿媳妇的话 让我心里暖暖的 的确 我带孙女这几年 儿媳妇从来没给我买过东西 我也不懂她现在为什么 突然给我送礼物 吃饭的时候 儿子说 妈 我们这次回来 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件事 咱小区里现在搞活动 卖车位比以前便宜一万块钱 现在地上不让放车了 但是我们家两辆车 我们想买个地下车位 我一听 马上明白了 儿媳妇为什么突然送我礼物了 原来有事求我啊 我知道一个车位可不便宜啊 都得十好几万 当初我们买这套电梯房的时候 由于钱不够 就没有买车位 这时儿媳妇说 妈 你的退休金也不低 你可得帮着我们买上车位呀 我问他们攒了多少钱 想让我给天上多少钱 儿媳妇不好意思地说 妈 你也知道 我们不会节俭 平时花起钱来 也不会算几着花 这几年根本没有攒下钱 我们打算贷款 每月还三千块钱 四年就能付清 你就帮着我们还贷款吧 我一听 心里有些郁闷 房贷我才刚刚还完呢 现在又在让我背上车位贷款 合适吗 再说我已经退休了 我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我总得攒点钱养老吧 儿子和儿媳妇轮番上阵 劝说我帮他们还车位贷款 儿媳妇甚至还说 她同事结婚的时候 都是有房子 有车位的 要不把车往哪里停 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只得同意了帮着儿子家 还车位贷款 我每月五千六百块钱的退休金 发下来以后 我什么事不做 就得先拿出来三千块钱 打给儿媳妇 让她去还贷款 这样我还仅仅剩下两千六百块钱了 勉强够我生活开支的 好在生活在乡下 我在院子里开垦出了一片小菜园 平时吃饭花钱不多 自从给儿子家还车位贷款以后 我几乎攒不下钱了 不过我安慰自己 趁着身体好 能给儿子家多做点贡献是好事 反正也不是给了外人 平时 我有事也很少麻烦儿子和儿媳妇 有时身体不舒服 我就在村里的诊所里拿药 有一次发高烧住了五天院 我也没有和儿子家说 他们工作忙 有自己的小家庭 我能不打扰尽量不打扰 去年冬天的时候 我快一个月见不到孙女了 因为那些日子下了一场大雪 路不好走 儿子也没有回来 我也没有坐公交车去城里 那天我蒸了一锅牛肉包子 是孙女爱吃的 我打电话问儿子能不能回来 把包子拿回去吃 儿子说他们公司里正忙 让我把包子给送过去吧 我就坐着公交车进城去了儿子家里 我好久不来了 孙女见了我很亲热 毕竟是我把她带大的 一口一个奶奶叫着 叫得我心花怒放 我一高兴带着孙女去了商场 给她买了好几个洋娃娃 还给孙女买了一套衣服 儿子看我来了也很高兴 说天气不好 让我住几天 她对儿媳妇说 咱妈好不容易来一趟 今天下午咱们出去吃顿饭吧 听说附近刚刚开了一家餐厅 咱去尝尝吧 儿媳妇把眼一斜说 出去吃什么饭呢 咱家哪有钱去下饭店 你摆什么阔呀 在家吃就行了 我一听儿媳妇不高兴了 我连忙说 对 咱们在家吃 我看冰箱里有菜有肉 我这就去做饭 说着我就戴上了围裙 进厨房炒了四个菜 吃饭的时候儿媳妇也没有和我多说话 我也就小心翼翼的 我先照顾孙女吃饱了 我又随便吃了几口 就回到了我的卧室 我心里有些失望 我好长时间不来儿子家了 没想到儿媳妇竟然是这种脸色 让我不由得多想 难道现在觉得我没有用处了 以前我带孙女的时候 儿媳妇可不是这个脸色呀 虽然不是笑脸相迎 但是也不至于说话难听 可是 我现在还给他们付着车位贷款啊 难道儿媳妇忘了吗 总不能买上车位了 就觉得万事大吉不用人了吧 我决定第二天早饭后就回家 起床后 我洗了把脸 我手上的皮肤有些村裂 顺手拿起洗手台上的一只护手霜 抹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我突然听到儿媳妇尖叫了一声 她说 谁动过我的护手霜了 都给我挤到了外面 我一听 心里一惊 连忙走过来陪着笑脸说 儿媳妇呀 刚才我用了一下护手霜 我的手上开了一道口子 可能我没注意到 不小心弄出来了一点 儿媳妇黑着一张脸 把护手霜使劲往洗手台上一扔 把门一摔 就进了她的卧室 我当场愣住了 我没想到 因为我用了儿媳妇的护手霜 她竟然发这么大的火 在她的眼里 我还是个婆婆吗 我只觉得一股火在胸膛中乱窜 还有委屈 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我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 把房子让给儿子家住着 我带大了孙女 现在又给还住车位贷款 我哪里做错了 如今我来给他们送东西 住一宿 就成了多余的人 因为用了一点护手霜 儿媳妇生这么大的气 至于吗 我当场决定马上离开儿子家 以后再也不来了 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决定 三千块钱的车位贷款 我也不还了 他们爱怎么还就怎么还吧 良好才是好 我的苦心换不来回报的时候 我能不伤心吗 我还能傻傻地继续去付出吗 每月十二号 是儿子家还车位贷款的日子 以前我会在十一号那天 准时把钱打到儿媳妇的卡上 到了十一号那天 我没有再打这三千块钱 到了晚上 儿媳妇急了 她给我打来了电话 还是冷冰冰的语气 儿媳妇说 你怎么没给我打钱呢 你不给打钱 我们怎么还车贷款 我说 车位是你们自己用的 我又没有用 从这个月开始 你们自己还贷款吧 你们两个人的工资 完全能付这三千块钱的贷款 平时只要紧紧手就行了 而我年纪一天大起一天了 我连房子都没有 就靠着五千来快钱的退休金 我还得好好攒钱养老呢 要不以后 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怎么办 谁管我 而媳妇却对我说 妈 你一月五千六百块钱的退休金 给我们三千以后 你还剩两千六百 你在乡下花六百还不够吗 这样一个月还能攒两千呢 你怎么说手里没钱呢 你可是当初答应得好好的 要给我们还贷款 这才还了不到一年 怎么就变卦了呢 面对儿媳妇的质问 本来一些话我想放在心里 不想说的 如今我不得不说了 我说 儿媳妇呀 说实话 我是打算帮你们把贷款还完的 可是上一次我去你们家的时候 你对我什么态度 你不知道吗 你处处摔脸子给我看 仅仅用了你一次护手霜 你就大吵大闹 让我下不来台 我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呀 我这张老脸哪里割 我还有什么心情去给你们还贷款 这些年我过得很不容易 我已经决定好了 以后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这贷款你们自己还吧 我是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了 我的话有理有据 而媳妇无言以对 一句话没说 她把电话扣了 从那以后 我也终于想开了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 扣扣嗖嗖地过日子了 一进腊月 我和一个老姐妹约好了 我们一起飞往了海南 我们两个人租了一套小公寓 在那里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春节也是在那里过的 天气暖和了 我回来了 儿子带着孙女经常回来看我 而媳妇很少来 我也不在乎了 我再也没有去过儿子家里 他们也没有邀请我去过 互不打扰挺好的 人老了 不要去计较太多了 只要能健康地活着 保持心情愉快 比什么都强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那我们的部分都会来说 我们的视频 尽力都会来说 请在这里 对我的师傅已有点